中国有句古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咱们试想一下 某个科技强国一百年来如果天天干坏事事实搞阴谋 经常无端挑起战争或者当强盗去抢劫 那么全世界肯定都反对它制裁它 它怎么可能始终是科技第一经济第一呢 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呢 怎么可能吸引全球移民最多呢 怎么可能盟友还最多呢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 有因必有果 如果这个国家的所有成就都是靠干坏事得来的 那咱们也天天干坏事事实搞阴谋 动不动就去抢劫也得了 只要干坏事就能发展经济 那咱还搞科技创新干嘛 前苏联和俄罗斯也没少干涉别国侵略别国是吧 所有的邻国都怕它 它怎么就没有实现科技发达经济发达呢 怎么就没有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呢 怎么全球移民都不去莫斯科呢 怎么没有几个盟友 而且资源丰富还那么贫穷落后呢 难道是因为俄罗斯天天干好事 反而拖累了自己的经济了 好好想想吧